這個單元我們來看的主題是 像這樣這個送波 它的結構的模太陣型有什麼特徵 那其實我們已經在前兩個單元都是在看 送波的聲音跟震動模太的關係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有發展的有線元素分析模型 來對送波進行模太分析 所以可以得到結構的自然頻率 以及對應的模太陣型 那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就先回顧一下先前的單元 送波的聲音響應 那我們看到送波的聲音響應 它是有這種Bicking Sound 那由頻譜分析呢 可以得到它的頻譜是這個樣子 那每一個峰值呢 都有對應它的自然頻率跟模太陣型 也就是震動模太主導了這個送波的聲音 那比較特別的呢 這些因為我們敲都是敲擊在上緣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模太的特徵都有一個特性 都是上緣在震動的模太 好 那 在這裡呢 我們當然敲波模太 一個典型的就是這種 上緣的震動模太 好 那我們 可以說這個是Locomo 那為什麼說Locomo呢 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底部幾乎是沒有震動 都是上緣在震動的地方 會有這種震動模太 那也就是說我們敲上面這邊的時候 就有主要的這些 都是Green Mode 去產生它的聲音 發出它的聲音 那事實上呢 我們在做這個量測的時候 是很小力敲的 那在另外一個單元 我們也提到 敲擊力道對送波聲音會有什麼影響呢 當我們敲擊力量大的時候 就激發了很多特別的模太 那這些很高的模太 顯然跟小力敲的這些模太 多了許多 那為什麼會多了許多這些模太呢 這就是我們這個單元要來看的主題 好 我們接續看 在這個Green Mode 我們會叫Green Mode 因為它是一個環 它是一個環 那我們可以用Theta角度 來界定它的特徵 所以這Theta2呢 事實上它就是相當有個十字 那所以它是有兩條結線的概念 那Theta3 它是一個 三個條結線組合起來 那像Theta等於4 那這個就是有四條結線組合起來 所以形成這樣子 那這我們界定 它稱為Loco Mode 因為它底部幾乎沒有動 那稱為Ring Mode 因為我們是一個環 那Ring對應來說當然就是敲響 那這裡是雙關語的 既是一個環模太 也是能夠激發出送波的主要的聲音模太 那還有沒有其他模太呢 有的 哇 看到李定總統好多 那我們就來學習一下如何解讀 這個送波的這些模太特徵 我們再加上一個標示是R的方向 那這個R的方向是沿著這個 送波的這個輪廓方向 那我有界定R等於1 也就是說 它在這個輪廓方向 1 它是沒有任何的結線 那等於2的時候 它中間多了一條結線 所以就有兩等分的概念 那到R等於3的時候 它這邊就有三條結線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 這邊裡面有三個 那到4 那就很清楚 這邊就有四條結線 那為什麼θ都等於0呢 我們可以看到 沿著一整圈 它是都沒有像這邊有這樣子的 θ方向是沒有分割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 θ是10、20、30、40 它真的沒有太特性 好 接著我們看θ1是怎麼回事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就有一條結線 這中間都有一條很明顯的結線 那同時呢 R1、R2、R3 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判別出來 這一列呢 是θ等於1 但是R分別是1、2、3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判別一下 這個θ2的時候 θ2的時候呢 可以明顯看到這邊是有個結線 兩條結線在這邊 那這邊有兩條結線 這邊也是有兩條結線 那同時呢 它這邊是R1、R2、R3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樣的標註方式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解讀出來 它有它的真動模態 最後當然就是3 這邊可以很清楚 θ是3 好 那我們 剛剛提到的是說 我們解讀了這些模態特徵 那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它所發出聲音 這個我們稱為Local Mode Ring Mode 剛剛有解釋過 那這個模態要怎麼解讀呢 我們可以說 它是Global Mode 因為它是整體 整體的整個 送播它都結構在動 那當然 我們會說啦 像這個R01 它其實某種程度 也可以說它是一個Local Mode 因為它是底部在震動而已 不過anyway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介紹了 這個送播 那其實它有兩種震動模態 一個是這種Local Mode 就是Ring Mode 第二種就是這種Global Mode 那Global Mode 要激發的時候 就要敲得很大力 比如說 我們看到 上一個單元看的 敲得很大力的時候 除了這種Ring Mode之外 就多了很多的這個Global Mode的響應 那如果是敲得很小力的時候 我們其實看到的就是這種Ring Mode的聲音響應 好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這個單元看的 是在解讀送播的摩太陣型 那當然每個Model之外 都有對應的自然頻率 那如果當我們敲小力的時候 就是會把這種Ring Mode 那事實上就是上圓的環 的Local Mode 那當然也有這種Global Mode 但是要敲得很大力的時候 它才會被激發出來 好這個單元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博士 Model